好那咱们回来上课 那刚才呢咱们带着大家把这个双项链表 双链表已经说完了之后 咱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单向循环链表 那单向循环链表是什么意思呢 单向循环链表指的就是说在原有的 我们在原有的这个单链表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一个改进 改进的就是原有的单链表 它的尾节点应该指向的是难吧 对吧 那现在给它打一个环 打成一个循环 让尾节点的这个指针区指向头节点 指向头节点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圈啊 有了这样一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单向循环链表 这是单向循环链表 它跟单链表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next的区域 现在指向头节点吧 那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后看 再去构造这样一个双向链表的时候 呃 再去构造一个单向循环链表的时候 仍然我们要去实现这些方法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去做拿代码实现一下 single cycle 循环link list 然后它应该是跟单链表是一样的 我们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看一下节点的构造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对于单链表 单向循环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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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 它构造的时候 这个链表的构造盘数 应该跟单链表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一开始没传的话 就是一个空链表 如果传的话 把你的这个节点放在这上来 然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想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链表是一个空链表 对吧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节点了 现在有一个节点 有一个节点给它挂在这上来 然后下一个点 hide等于node吧 等于node之后的话 现在它达到的 是不是只是一个单链表啊 如果是单向循环链表的话 应该让这个节点的 next区域指向谁 指向头节点吧 头节点是不是就它自己啊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应该让它去指向它自己 应该让它的区域指向它自己 那这时候你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可以了 对吧 按照我们还按照 我们还按照单链表的方式去写 是不是就少了一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在传的时候 在传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node不为空 也就意味着说 我现在不是构造一个空链表 而是构造了一个有节点的单向 区域链表吧 所以这个地方除了要把node 挂到hide上面去还要做的工作就应该是node的next区域指向的是node自身吧 node的那个区域指向它的自身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判断吧 如果说你node确实给我传的不是node而是传了一个节点 我才这样去做吧 否则的情况下 我上面直接下了点hide等于node node没传是不是就等于node 也就是说没进入这一部分来扣到的是一个空的单向循环链表 如果传了一个确实存在的node 那除了挂上去还要设置一下它的回环 这是关于单向循环的构造的方式 紧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判空呢 判空怎么来判断 不需要改吧 如果链表hide应该指向的 仍然是node吧 所以这个地方不需要改 紧接着再看链表的长度 链表的长度我们需要变力了吧 从头去数了 我们把它拿下来 这是已经有的一个 已经有的一个单向循环链表 这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的是便利循环去数了 那既然是要数了的话 我现在就要看一下循环的截止条件是什么吧 那你看我原先按照单链表的方式去做 按照单链表的方式 构造一个Current游标 从头开始去做 然后构造了一个变量 辅助的Current去计数等于0 紧接着我要进入循环体 从头往后移 这时候按照单链表的方式的话 Current只要不等于node 我就往后去数数吧 但是你这时候看 我知道尾部的时候 尾部的这个尾节点的next区域 是不是不再等于node了 它是指向头了吧 对吧 它去指向头了 那它去指向头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吧 判断了 改写一下条件 那想一下 这时候什么时候让它停止 这条件怎么来写呢 怎么来写呢 如果说 看一下啊 我这时候Current假如说移到这个尾部了吧 移到尾部之后 我怎么来判断 Current点 next等于 Self点 杠杠 派的吧 对吧 如果说Current点next等于Self点杠杠派的 等于这个头吧 那这时候代表我Current是不是数到底了 就不能再往后去移动了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啊 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条件是不是就得改成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Current点next 如果只要不到Self点杠杠派的 对吧 这是一样的方式吧 紧接着 那按照单链表的方式 之前单链表Current是不是还能再数到尾呀 直到尾巴 那我在单向循环内表当中 我能不能用这个条件去做判断 用哪个条件呢 用条件就是Current 上面这个少了一等号 能不能让Current直接跟Self点杠杠派的去平成比较呢 能不能让它平成比较呢 想一下 我对于尾节点来说 我如果让Current往后走 跳过尾节点之后 它是不是到头节点了 头节点的话 代表是经过尾节点去过去的吧 那Current是不是等于Self点嗨的 但是除了这样的情况 绕一圈过来之后 那第一次是不是Current就指向了Self点嗨的 所以对于单向循环内表 是不是就没有两个条件可以去选了 只能有一个条件来选了吧 只能按照Current点Next等于Self点嗨的 那也就说下面这句话没有了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验证的就是说 Current是不是必须得从0开始了 想一下如果从0开始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必须来验证一下了 因为为什么要验证呢 我们之前在说单面表的时候 Current之所以能够从0开始 是因为我的条件 看一下单面表当中的 Lens的条件是跟Lan比较吧 也就说Current是指到最后了 所以我Current是可以从0开始 对吧 那现在我们是不能让它指到最后了 只能指到尾节点了 那指到尾节点 我Current是不是就有可能不能从0开始 规划确定 我们现在就要从0来判断一下 假如说让Current从0开始去判断 一开始Current指向的是头 然后Current是从0吧 这代表的是前面这两句话吧 紧接着的话看一下Current 单向循环 判断一下Current.Lens是不是没有到头 也就是说它没有指向自己吧 所以紧接着的话 我要做的工作就应该是让Current加1 并且Current等于CurrentLens 往后移了吧 所以要做的就是Current 移动到这个位置了 移动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 我相当于这两句话执行完 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判断这个条件吧 此时的条件是不是Current.Next 下桥等于下不点Hive的呀 这就等于Hive的话 是不是不能再进入循环体了 不再进入循环体 我Current不再加了吧 不再加你看是不是就除了2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这时候我条件变了 我Current就不能再从0开始了吧 必须从1开始 从1开始的话 随着它的数数停止到条件的时候 这个Current值是不是才跟我的数量对应上 所以也就是说为了数数 我现在条件变了 Current就必须从1开始去做 对吧 这没有问题吧 但是说Current从1开始来变 那对于空链表来说呢 空链表来说 它是不是得返回0啊 那怎么来做 这个条件是不是又没了 所以我说得加入特殊情况了 加入一下特殊情况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判断一下 如果说链表是一个空链表吧 可以别去是吧 如果链表是一个空链表 我直接返回0是不是就可以啊 长度是不是就为0啊 对吧 这个条件你是不是也可以改成别的方式 可以改成别的方式吧 Current这块 如果说Current 等于 那是不是也可以 然后去返回 也就是说 这块你怎么去写都行 我们按照最好理解的方式 一上来 如果判断一下链表是空链表 返回0 就不再不太执行 如果不是一个空链表的话 那我就从头开始往回去数 就没问题吧 然后紧接着再来看一下情况就是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呢 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的话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 Current这个head就指向400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一上来 第一个它不是空链表 跳过 紧接着的话Current这个游标指向的就是第一个节点吧 指向的第一个节点 紧接着往下走 Current是不是指纹1 Current之为1紧接着往下去进入判条件判断 条件判断的就是Current.next是否等于sav.head Current.next是不是等于他自己啊 所以这时候条件不能再往下走了吧 比如说不进入循环体 直接把Current返回 Current是谁 是不是就是1 所以对于只有一个节点条件是不能处理 好 那这个时候关于长度的话 咱们也改完了 改完之后的话 紧接着就考虑便利了 便利怎么来改 便利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 拿过来放下 一上来 为了便利还得有一个游标 有一个游标 Current等于sav.head的吧 然后我开始走了 那这时候对于便利的条件 是不是还是不能是那样 所以对于单向循环面表来说 它的循环的这个条件 只能是Current.next跟hide之间比较的吧 所以我们条件就要变了 就不能再是更难了 所以应该是Current.next 只要不是Current.next 只要不是Current.next 所以紧接着我要打印当前节点的元素吧 所以第一个元素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打印出来之后 紧接着代码当中Current.next吧 往后移 往后移的时候 好 还是符合条件 把20打印出来了 移到最后一个节点 移到300节点的时候 看一下条件 移到这个时候的话 Current.next 是不是等于sav.head了 等于have.head的话 那紧接着在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不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那这个节点的值 是不是就没有打印出来啊 没有打印出来 我相当于把每节点的值就掉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当退出循环的时候 我现在是不是还得再打印一下 这个节点的element 因为我退出循环的时候 代表的是 退出循环 退出循环 Current指向 尾节点 但尾节点 但尾节点的元素 未打印 所以我在这里面需要手动的去打印一下吧 打印的语句拿过来 这时候可以就不用加这句话了 把m的课也去掉 最后一个节点是不是打一个换完就可以了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 特殊情况 又得看特殊情况了 一开始 假如说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是一个空链表 也就是说一开始指向的是 那 对吧 指向的是那 卡尔特等于那 那卡尔特点 那有这个 那是吗 没有吧 所以是不是对于空链表 我就不能执行几下的操作 也就是说 如果说 save.isempty 如果是一个空链表 我整个直接返回吧 不做任何操作 紧接着再往后看 那如果说链表当中只有一个节点呢 能不能处理得了 如果链表只有一个节点 拿过来 这时候 Current就指向的是 Current指向的就是第一个节点吧 指向的是第一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 Current.next 是不是就等于save.height的呢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时候我的循环体不能进来了吧 不能进来之后 我在最后 是不是打印了一个Current.element 也就是说 我在最后退出循环的时候 直接把Current所指向的400 打印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节点是不是也能完成 那之后再多个节点 是不是咱们一开始考虑就是多个节点了 所以对于便利 咱们也就说完了 咱们两个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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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ff 感谢观看